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华伦天奴活动,杨阳台前高冷,后台却和富婆谈笑风生,身高曝光。 近日,杨阳出席华伦天奴活动,却和我的人间烟火一样备受争议。 不只身高被曝光,还被质疑台前台后反差大。 当天杨阳穿着黑西装内搭白衬衫,板板正正的穿搭配上更加板正的坐姿。 在灯红酒绿的晚宴中显得一身正气。 即便身旁坐着两位美女,一位还刻意将身子凑了过来求合影,杨阳也是目不斜视。 在官方释出的精修图中,杨阳也是同样十分高冷,站姿力挺,眼神清冷中带着些许异味深长。 和一旁的女网红坐在一起,让人不由感慨明星和素人之间果真有必。 之后杨阳脱下西装再和女网红合影,也是一副高冷的样子,她双手揣多,目视前方。 目光清冷,气质高冷,完全没配合一旁的女网红,看上去像是屁的一样。 合影的网友也大赞杨阳是言霸,全程很有礼貌,而且很是谦虚低调。 不过礼貌归礼貌,杨阳确实全程高冷,活动全程没有一丝笑容。 当天杨阳全程抿着嘴,不知是否因为我的人间烟火中全世的宋宴备受吐槽。 表情看上去十分失落,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。 杨阳在现场各种凹造型,生涂下光线虽然昏暗,但杨阳的颜值依然无可挑剔。 只是这么多摄像头对着她拍摄,依然不见她袒露一个笑颜。 对脸看杨阳,也能感受到她眼中的一丝畏缩。 有网友质问杨阳是不是被骂得心情不好,抑郁了? 也有人让大家不要再骂杨阳。 称杨阳为了拍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这部剧腿上全部是伤。 仔细看杨阳当天穿着短裤,露出了纤细的小腿,她的腿部伤痕十分明显。 和她俊逸清秀的外表相比反差十分明显。 众所周知,杨阳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中扮演的是一位消防员,有不少惊险的动作戏。 杨阳为了这部剧也吃了不少苦,可没想付出良多却换来骂声一片,想来也是不开心。 不过在台前看似高冷的杨阳,后台却和富婆有说有笑,反差很是明显。 有网友发现杨阳在后台和一位女士相谈甚欢,两人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,应该聊得很是开心。 这位女士打扮靓丽,气质出众想来应该是一位富婆。 众所周知,明星出席品牌晚宴不只是凹造型,也是为了销售产品。 杨阳除了是华伦天奴的合作明星,还是宝格丽的代言人之一。 此前有人拿杨阳和黄晓明对比,便遭黄晓明粉丝嘲讽宝格丽中华区富婆晚宴场销官。 这次杨阳现身华伦天奴,也被指示带着任务而来。 这次现身华伦天奴,杨阳的身高也备受争议,外界一直盛传其身高没有180厘米,仅有168厘米左右。 先是一位明媛晒出了和杨阳的合影,被问及杨阳身高时巧妙回应,被指暗示杨阳身高没有180厘米。 不过很快杨阳的身高又得到反转。 一位身高171厘米的女士称自己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站在杨阳旁边。 杨阳还比自己高出许多,因此认定杨阳肯定不止180厘米。 此前的名媛并未说明杨阳的身高,但这位网红却一口笃定杨阳不止180厘米。 不得不说杨阳的身高确实陷入了罗生门。 当然身高从来不是入圈的敲门砖,实力才是。 杨阳能走到今天的位置,足以证明她的实力,网友就不要揪着身高不放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